為了避免發生類似北農群聚感染 在六月底 高雄市政府就要求十五個肉品 跟果菜等批發市場 對第一線的工作人員造冊 接種疫苗 卻傳出鳳山肉品市場的 祁山分場造冊不實 許多外圍的人員 他是以臨時工的名義 來造冊接種 宛如好心肝診所的翻版 但是高雄市政府跟鳳山農會出面駁斥 周日的高雄鳳山肉品市場 祁山分場 因工休沒什麼人 由於北農之前傳出群聚感染 高雄六月底要求批發市場 對一線人員造冊打疫苗 卻傳出祁山分場疑似造冊不實 刊商認為這可能是內訌 引起的不實傳言 祁山分場被內部人員投訴 亂造冊 明明是給第一線工作人員施打 卻連市場外圍賣豬肉 蔥油餅或開早餐店的 都以臨時工名義接種 還有一人賣豬肉 全家打疫苗 高市府查證後表示 造冊人員都是肉品市場的 實際工作人員 鳳山農會強調有查證 並確認造冊人員身份 而農業局也回應 祁山分場 第二波造冊人員 只有八十九人 實際施打七十多人 跟謠傳的一百多人 明顯不符 但還是會加強造冊清查 若有不實或不法 將依法處理 記者 陳幻宇 陳顯坤 高雄報導